古代大赦天下时会把监狱里的人全放出来吗 皇帝们也不傻 就算是大赦天下 也不可能说把所有人全给放出来 比方说像隋代的开皇律 还有唐代的唐律书役里面 都明确规定了几种类型是不能够被赦免的 他们分别是谋反 谋大逆 谋判 忤逆 不道 大不敬 不孝 不目 不义 内乱 这就是所谓的十恶 也就是十恶不赦的由来 这其中谋反是指意图推翻朝政 是历朝历代十恶当中排在第一位的 谋大逆是指毁坏皇帝的宗庙 还有陵墓以及宫殿 等同于说你是挖了皇帝的祖坟 破坏了皇家的私有财产 谋判指的是背叛朝廷 比方说像徐杰当年给严世帆定的罪名里面 有一条就是通窝 这就是叛国 忤逆则是指殴打 还有谋杀祖父母 父母 叔伯等尊长 这种忤逆不孝的行为 那是属于破坏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坚决要打倒 不道一般是指灭绝人性的行为 比方说你杀死了一家三口 而且被杀的人都不是应该被判死刑的 也就是无辜的人 或者是你用了肢解的手段去杀人 又或者你是用了污谷下毒的方式 企图使人中毒而死 这种就属于重大刑事犯罪了 大不幸 这个词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面会听到 这个罪名一般是指对帝王的不尊敬的言行 比方说你盗取了帝王祭祀用的物品 或者说帝王平日穿戴的物品 盗取或者是伪造了皇帝的喜印 给帝王配药的时候结果抓错了药 给皇帝做菜导致了食物中毒 或者说给皇帝建造的车船不牢固 半路散架子的 还有咒骂皇帝 对待皇帝派遣的使者失礼的 这些说实话都是属于可大可小的 关键是看要不要搞你 不肖指的是对直系亲属有忤逆言行的 比方说把父母告到了衙门 或者说你咒骂了祖父母 外祖父母 以及父母在世的时候 你不在身边好好伺候 结果分居的 还有比方说像父母出丧的时候 你嫁娶作乐的脱去丧服的 改穿喜服的 还有像隐匿父母去世消息的 不务指的是谋杀 或者说出卖了五福以上的亲属 殴打或者说是控告了丈夫 以及其他亲属的行为 不义一般指的是官吏之间互相厮杀 氏族杀害长官 学生杀害老师 女子在知道了丈夫去世 但是不举哀或者是立刻改嫁的 最后一条是内乱 这个一般指的就是乱伦 这十个罪名一般是不在大赦范围之内的 大赦这种行为基本上是属于安定人性用的 像汉高祖在位十二年 就大赦了天下九次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 大赦天下十次 汉埃帝在位六年 结果就赦了四次 东汉的汉陵帝在位二十二年 结果前后大赦了二十次 相反 像比较稳定的汉本帝在位二十三年 总共大赦天下也才四次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大赦了六次 可见一个朝廷是越多 那他大赦的频率就越多 好